当您的医生告诉您,您该服药时,您的医生首先会让您到药店去取药。 药店有两个途径会知道您将要来取药了。 一个途径是您的医生会与药店联系,通知药店为您准备这种药。 另一个途径是您的医生将给您开一个处方药单,上面写清楚您所需要的药。 您可以拿到这个药单到药店去取药,这个单子就叫处方单。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药店,虽然表面看起来店面不一样,但一旦您进了药店,他们都会问您同样的问题。 您的出生年月日,您的姓名,您的医疗保险号,还会问您您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。 当您回答药剂师出生年月日时,应该与您给医生的将要服用药物人的出生年月日是一致的。 也就是说,如果服用药物的人是您的女儿,那么您就要报上您女儿的出生年月日和她的名字。 通常您的医疗卡上会有所有这样的信息,您可以给药剂师出示您的医疗卡。 家里每个人的医疗卡都不一样,请确保您给药剂师的医疗卡是正确的。 请把您的正确电话号码留给药剂师。 这点很重要,因为药剂师如有问题,会给您打电话,同时您的药配好了,可以取了,也会打电话通知您。 在取药时,您需要付款,这通常被称为保险供付金额。 付多少则取决于您的保险计划。 对于持有医疗保险补助计划的儿童或怀孕妇女来讲,则不需要支付供付金额。 有些药物,医疗保险不保,这些药物有时很贵。 当您付款时,问一下药剂师,这种药是否能在费用上打折扣,通常可以得到打折扣。 拿到药以后,药剂师会再问您如下几个问题。 他们会问您,请再次陈述您的名字,您的出生年月日,然后,他们会让您在键盘的屏幕上签字, 以显示是您拿到了药。 如果您写不出您名字的全称,您可以在屏幕上写记号。 有些药物可以一起服用,有些不可以。 所以,请一定要让您的医生了解您所服用的每一种对您有帮助的药品。 药房的药剂师也可以帮助指导您,但通常药房没有翻译在场, 因此,请您一定与您的家庭医生诊所联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